我老年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们不跟子女住 也不带孙子 也不跳广场舞 那他们的老年生活会不会很无聊呢 在我看来其实不会的 反而呢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呢 还是挺有乐趣的 之前跟我老公出去旅游的时候啊 很多旅游景点 很多都是老年人啊 都是老头老太太啊 还有就是说 很多老年人组团啊 就是还骑自行车呀之类的 他们就是去旅游 虽然是他们不跟子女在一起 不能就是像我们中国人享受天伦之乐吧 但是他们可能会更加享受自己的人生一点 今天呢 我朋友说 我们这个社区图书馆这边呢 有一个老年人的瑜伽课 带我来体验一下 他说感觉做完特别舒服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长期对着手机电脑的人啊 感觉做完颈椎啊 哪里都特别的舒服 一会儿呢 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先回答一下 大家之前问过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说美国老年人退休了 退休工资会有多少 其实这个退休工资呢 是不固定的 因为它是根据你 报的税 还有就是说 你自己有没有投资一些 这个养老保险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很难说的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家的亲戚 就是他是50多岁 来美国的 就是说他就来了10年 因为他来美国的时候 已经退休了 来了10年之后呢 他只是报最低收入的那个税 而他呢 还是办着提前退休 在美国呢65岁呢 才可以办完全的退休 但是呢你63岁就可以办那种提前退休的 就是你提前退休的工资呢 要会比你完全退休的工资呢 要少一些 像我家亲戚呢 就是63岁办提前退休 因为他想回国了 就是自己年龄也大了嘛 在美国也代购了10年 所以呢他就回国生活了 他的退休工资呢 一个月大概是200美元 那就是说一般你有工作单位啊 自己在投点那个养老金呢 大概就是说一个月 就是可以拿到2000到5000美元吧 如果说一个人的退休工资能达到5000美元 那他退休前的工作呢 一定是很不错的 而且自己也是会投点资的 这个就是我了解的 就是在美国的一些老年人的一些情况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房子 类似于移动房屋吧 大概才五六万美元 我想我们可以买下来到时候租出去 作为一个投资房 但是我问了之后 人家说只卖给55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美国呢 有很多类似于一些 专门给老年人提供的一些住房 那就是在美国很多人呢 老了之后呢 他都会去住那个养老院 养老院呢 也是有公立的和私立的 公立的呢 条件相对而言差一些 但是呢非常便宜 他还会有一定的补贴什么的 就是说基本上自己花的钱很少很少 但是呢有很多地方呢 你都排不上队 那有一些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呢 就去住那种私人的养老院 那个条件啊就是会相对好一点 而他的价格呢也会贵一些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啊 他会把自己的大房子卖了 再去买一个小房子 把剩下的钱呢拿来 自己就是说去旅游啊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时间差不多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社区图书馆吧 这边呢附近都是一些小区 这些房子呢都是比较老的 这边呢就是图书馆前面的一个小孩玩的地方 天气好的时候呢 经常有妈妈爸爸带着小朋友在这里玩 然后这边呢就是图书馆了 这个是图书馆的一个建筑 这边呢就是说 经常会有图书馆的一些活动 以后有机会呢再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在美国有很多这种社区的图书馆 也会有一些活动 也会就是有很多书 因为在美国买书挺贵的 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来图书馆看书 再往这边走呢就是一个网球场 你看一下今天呢还不是周末 有很多人 有的呢是过来看书的 有的是过来参加这些图书馆一些课程的 就是这边图书馆有一些课程很便宜 大概就是几块钱一个小时那样的 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网球场 这个网球场还挺新的 我们现在就到了 到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老奶奶 这个课是在游泳池的上面 之前我来这里游泳的时候 一个人大概是三四美元吧 这节课也是一节课是四美元 我现在到了除了我跟我朋友是年轻人之外 这个全都是老年人 然后今天呢我们坐的是椅子的那个瑜伽 从来都没有坐过看看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还放了音乐 这里有音响还放音乐 然后这波我后面就是一个游泳池了 有的时候会在游泳池上有一些运动 这个老师上课比较随意 本来今天是以资瑜伽课程 但是他说先上太极吧 大家看一下美式太极怎么做吧 这些动作啊都不难 我觉得比较适合老年人 因为美国退休年龄是65岁 很多人到了65岁以后啊 还会找一份工作 可能很多人啊 到了真的退休年龄就70多岁了 这些动作确实挺适合老年人的 动作幅度也大 又能起到一个伸展的作用 今天啊算是体验了一把老年人的生活 虽然这里的人呢看起来岁数都挺大了 至少有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吧 但是感觉他们还都挺有活力的 这个就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